很多大兄弟跟女生聊天是这样的 第一天我和女生聊了一个小时很开心 第二天我和女生聊了两个小时更开心了 进步了呀 第三天只聊了十分钟 我今天是怎么了 她为什么不想跟我聊了 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了呀 明明昨天聊得很好啊 她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你如果经历过这种状态的话 那就把这个视频点赞收藏转发给需要的朋友 能够让你彻底的摆脱这种舔狗一样的状态 其实呢我们和女生认识之后啊 聊天不是定时定量的 但是很多大兄弟就好像是跟玩游戏做任务一样 定时定点的找女生聊一会儿 哎聊就聊吧 那一聊还没完没聊 你这给女生的感觉很糟糕呀 感觉不回你吧 哎觉得好像也不太好 哎回你吧 你就好像是在完成任务一样很崩溃 而且每次你都想要深聊聊得越久越好 第一天一个小时 第二天两个小时 第三天十分钟 哎你就会绞尽脑汁的想 她到底是怎么了 她怎么突然变冷淡了 告诉各位兄弟啊 认识女生之后的聊天呢 应该是不定时的 平时稍微互动偶尔是聊 不要没话找话 很多时候啊 你聊天的话题已经很尴尬了 还要强心的聊天 聊天的意义就已经没有了 聊天的目的是交流 相当于动物之间的铝毛 哎你这不是在铝毛 你这是在薅毛啊 还是逮着一个女生使劲好合适吗 正确的方式是 我们把生活中遇到的有意思的 好玩的 生活中的八卦等事情分享给女生 然后附带自己的看法 或者是听听别人的看法 分享完呢就结束了 偶尔呢会商量一下 这种情况比较少 比如说 今天你们都有聊天的兴致 或者是 你们对某件事情特别感兴趣 越聊越有劲 和女生的关系呢 不是由聊天的频率决定的 而是由聊天的深度决定的 是由几次重要的聊天给构成的 高频率聊天呢 只会消磨掉你们之间的神秘感与新鲜感 本来可能有趣的事情让你天天重复去做 你也会觉得无聊的 这其实就是女生心中所想的 你要让她意犹未尽 而不是自己意犹未尽 在那里自嗨 如果你还是没明白的话 可以来找我 那深聊要怎么聊呢 第一次深聊是在你们刚认识的时候 第一次聊天 决定着女生以后怎么和你相处 如果聊的比较深入 那么代表着她对你有兴趣 可以作为发展对象 女生会在第一次聊天中 就决定你是可以接触的 还是普通朋友 还是完全不想接触的 如果这次聊天比较深入 那么她对你的印象呢 就比较不错 第二次呢 是她对你有好感的时候 你和她分享很多她的过去 就是在她话匣子打开的时候 这个时候一定要认真的去听 去回馈 很多兄弟把话题转成我自开头 我怎么样怎么样 记得要用你 当女生和你分享她的喜怒哀乐的时候 你就进入了她的生活 这样的人呢 在她身边不会超过五个 第三次深聊呢 就是她刁难你的时候 比如说她问你 你为啥和你前女友分手 你之前谈过几个呀 我觉得你像个渣男 那么这个时候啊 恭喜你 这代表着女生开始喜欢你了 很多大兄弟意识不到 这其实是她最后的考验 这个时候呢 只要把自己的想法 对她的感受 好好的和她说说 就能够成功的走到一起了 如果你想要学习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吸引声 让她到我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相亲了 欢迎我们的情感问题 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 CXS5388 我来帮助你 如果不信任何不上 请看我最新视频的结尾 记得我的最新联系方式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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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